据警方称 一名25岁的新泽西男子 因涉嫌在母亲熟睡时将其刺死而被捕 据萌茅斯县检察官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称 袭击发生在周一凌晨1点半左右 25岁的新泽西豪威尔镇男子罗伯特·帕罗迪 在其母亲熟睡时进入他的卧室 刺死了61岁的洛雷塔·帕罗迪 其胸部被刺束刀 洛雷塔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紧急治疗 后被宣布死亡 当局表示 目前罗伯特·帕罗迪被关押在 萌茅斯县城教所等待拘留听证 洛雷塔的朋友向媒体透露 他是新泽西州布里克镇的房地产经纪人 曾与洛雷塔共事的同事表示 除了天使之外 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他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会想念他的 警方没有透露此案的可能动机 也没有透露嫌疑人或受害者 在袭击前是否已有前科案件 洛用时候把手学 倒走 台阳公尾 使之外我的効民 赌扇 纤维 帮ался